新加坡政府宣布放宽佩戴口罩与边境管制两项防疫措施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 涉嫌在今年5月酒驾商人 判刑入狱5天、缓刑3年 阿斯利康的首席执行员透露 或将不会继续从事疫苗业务 各位观众朋友 中午好 欢迎收看2022年8月24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杰宜 新加坡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措施 在8月28日晚上11时59分起 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入境者 抵达新加坡后无需接受7天的居家隔离 也无需接受结束居家隔离的PCR检测 不过 未接种疫苗者入境时 仍需在出发前的两天内接受冠病检测 并确保结果是阴性 以及还未完成接种的短期访客 也需要购买冠病旅游保险 同时年满13岁 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长期证件持有人 和短期访客 无需再申请入境许可 而长期准证持有者 则需在抵径后 应继续遵守所有疫苗差异化的安全管理措施 除了放宽入境标准 新加坡在本周一取消室内戴口罩的规定 但只有在医疗保健设施和乘坐公共交通的公众才需戴口罩 当局建议年长者和免疫力较弱的人在室内应该继续戴口罩 新加坡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说 除了在提供必要服务和交脆弱群体使用的封闭和交拥挤的场所设施外 公众都可以选择不戴口罩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82岁丈夫保罗·佩洛西 涉嫌今年5月在加州酒驾商人 他昨日承认控罪 被判入狱5天及缓刑3年 保罗今年5月28日在三藩市北部的帕纳县发生车祸后被捕 呼气测试显示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0.082% 略高于法定限度 警员表示保罗当时步履不稳 口齿不清 呼吸散发着强烈的酒味 当被警员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时 保罗递出驾驶执照和一张1199基金会的会员卡 据外媒报道保罗没有亲自出庭听判 由律师代表出庭 纳帕县高等法院法官在判刑时表示 保罗被捕后到隔日清晨保释 算作已被求两天 此外因行为良好扣减两天刑期 余下一天刑期会以法庭指令下的8小时工作计划代替 除此保罗仍需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驾驶改进课程 并需在车内安装酒精检测 点火锁定装置 意味着他需在呼吸样本通过后才能启动引擎 同时要支付7000美元罚款 阿斯利康的首席执行员表示 从长远来看 阿斯利康可能不会继续从事疫苗业务 阿斯利康作为首批生产新冠疫苗之一的药商 在后续的疫苗竞争中 一直输给对手辉瑞和莫德纳 路透社报道 阿斯利康生产延迟 出现罕见的严重副作用案例 遭到监管机构调查 以及与其他疫苗相比保质期相对较短等问题 截止目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 甚至仍未获美国的批准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再见